国际教练来关注的是乌克兰反攻 目前在南部以及东部的反攻都有进展 甚至还炸毁了一座俄罗斯他们的军火库 详情交给又轩 好乌克兰现在已经开始大反攻了 而且呢这个计划他们已经是准备了非常久 虽然现在看起来还没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成果 但是呢其实已经陆陆续续传出了一些战机 最新可以看到乌克兰他们有发布了 讲到他们在这个乌克兰南部 也是赫尔松的俄国战区 包含这个城市格尼奇斯克呢 其实呢他们最早就在开战的时候 就被俄罗斯所攻占了 但是现在乌克兰也有所反击 也就是炸毁了当地一座非常重要的弹药库 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包含在推特以及网路上面呢 都有一些影片释出了 而且呢现场是冒出了阵阵的浓烟以及大火 可以看到呢其实也有网友分享 在当地呢已经是有占领附近的村庄 并且进行攻击 更说这一次是一个非常响亮的打击 随后呢乌克兰就有公布了 俄军他们的防空飞弹系统遭到摧毁的画面 而这是一个威胁吗 俄罗斯总统普清向北约发出警告 说如果他们再提供军火给乌克兰的话 恐怕会卷入战争 继续交给佑萱 好其实各国呢都陆续的来军援乌克兰 包含像是北约的秘书长有说到 他们在四月底的时候已经交付乌克兰超过1500部的车辆 还有230辆的坦克 包含呢其他国家也是陆陆续续的应援 像是呢有提供了德国的暴恶 还有挑战者恶行 以及这个步兵战车 以及装甲运兵车 其实陆陆续续呢都可以看到 让整个乌克兰的战力是越来越强大 但是呢俄罗斯总统普清就有说到了 如果北约继续的来援助乌克兰的话 就很有可能会卷入战争 而且呢产生严重的危险 他还有说到了 现在呢俄罗斯能够摧毁很多乌克兰的坦克 未来F16可能也会有相同的下场 为什么普清敢说这番话呢 根据了这个武器管制协会的统计 截至2021年的1月 可以发现到像是俄罗斯有6250枚的这个核弹头 以及美国有5500枚 但是呢其他国家的数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一些了 所以普清有讲到了俄罗斯拥有很大量的核武 比起其他北约的成员国来说更可以保障国家的安全 而姚文轩战争打到现在 俄军的战术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好 沃尔双方现在仍然在激战当中 但是呢现在他们的反攻的进度呢 看起来还并没有一个很重大的成果 为什么会如此呢 其实呢就有研究发现到 虽然说俄罗斯在开战的第一年 已经曝露了很多的战力问题 但是呢其实从光是在3月乌冬的巴赫姆特基站当中 乌克兰他们的任务报告当中就认为说 乌军的战绩还有装备都属于高水准 意思就是说呢他们的这个效果已经是越来越好了 根据纽约时报访谈了包含是乌克兰的官兵 以及俄罗斯的战俘等等 发现到俄军正从错误当中学取教训 来适应不同的乌克兰战术 包含他们在耐性以及纪律等等方面 表现可以说是越来越好进步的很快 像是他们现在多加采取的是无人机 以及滑翔炸弹 甚至像是瓦格纳组织也进一步的招募囚犯 来增强他们的人力 所以可以说俄罗斯他们在作战的准则 以及部队的协调都越来越好 这也让双方的战争未来充满着变数 而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的话 也可以扫描Kura Code加入我们TVBS新闻APP 带你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